在雨室上了两天 接下来台北台风动力影响是否比较少了 而新生成台风对台湾来说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把时间交给玄通 好 谢谢加入西北太平洋上有两个系统 分别是台美台风以及今天生成的康瑞台风 我们先来说距离我们比较近的这台美台风 未来会持续的往西的方向来移动 对于台湾的影响是逐渐的再减少 而即便它在进到越南之前会出现一个回转 但是它回转可能强度也会再进一步的减弱 对于台湾是完全没有影响性的 倒是要特别留意的是这康瑞台风新生成的 在前期它会先跟着太平洋高压的导引气流 快速的往西的方向来移动 而在下礼拜二 下礼拜三的时候 再来到了琉球群岛的南方会出现一个北转 但是这个是目前气象鼠的预测路径 在其他国家的模式预测还有很大的分歧 像是在昨天美国模式就认为 它还是有可能会往台湾的方向来靠近 甚至有机会会登陆到台湾 但是在最新一报的模式预测 这个美国模式也稍微做了一个调整 会往其他的地方像是东半部地区来靠近 所以它是不会登陆台湾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 其实现在还是要考量到太平洋高压的强弱 如果今天太平洋高压在它靠近的时候有增强 那么也会对台湾的东半部地区 带来比较多的影响 但是以目前欧洲模式的预测路径来看的话 在下礼拜三相对距离台湾是比较近的 但是它勾不到台湾 台湾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的降雨 还是以单纯的东北季风所造成的加入 说周遭台风动态之外 接下来是周末了 天气状况又是如何 再把时间交给您 好 今天白天之后 其实雨减缓得非常非常的快 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的降雨也都少很多 我们来看到 今天的累计雨量最多的地方 出现在宜兰的南澳西茂山这里 大概是249毫米 另外像是在台北市的士林 晴天岗这边也是246毫米 但是主要的降雨 都是在早上的时候就下完了 再来中午过后 其实这雨也没怎么下 而在东半部地区 今天是一些间歇性的短暂阵雨 未来几天的天气也要带大家来看 在礼拜六吹的是一个东风 东南风 所以在东半部地区迎风面 还是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 但是要特别提醒的是在南部地区 因为台美台风持续的往西 它会拉一个雨带上来 所以南部地区降雨几率会提高 同时在过了山之后 这里会有一些午后热对流发展 所以要注意会有局部大雨 较大雨是会出现 另外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午后雷震雨 而到了礼拜日的时候 水气还是比较多的 东半部地区山区会有午后雷震雨 只是要特别提醒 下礼拜一 下礼拜二东北季风增强 北东地区的雨又要再进一步的增多 最后要来看到的是温度 绿色的这一条线是北部宜兰地区 礼拜六温度还是很高 高温北部还是有机会来到32度 而到了礼拜日 礼拜一的时候 温度会下降 因为东北季风要增强 但是到了礼拜三的时候 虽然东北季风要减弱 但是康瑞台风这时 也是距离我们相对比较近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